該除名的就除名 該處分的就處分 不管你是誰 因為這件事情是從 趙介佑的案子開始 所以我們第一梯次的檢視 是從趙介佑相關人員 比如說跟他同時一起入黨的人 先去做初步的了解 之後的判定 之後的審查 絕對需要依賴 我們律師顧問團的協助 我們必須兼顧人權 我們必須保護個資 我們必須維護我們黨的名譽 何委員雖然年紀比我輕 但是他在民進黨內 算是我的前輩 我在參選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他也其實大力的支持 也給了我許多的建議 我們必須強調 只要有違規 違反黨規的 任何的證據 任何的事實 我們絕對必須處分 我們其實透過這件事件看到 我們在入黨審查上面 在我們的排黑條款上面的貫徹 成效或許不張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把事情做得更好 除了 有 臨時 關卡